問開晶片股,Carson也有問的 他有三隻給你選擇的 他就是剛才你說過的華雄半導體 981中心 還有問在美股上市的台積電 他就說哪一隻最值得長線持有呢? 還有芯片短缺這個問題還可以炒多久呢? 芯片短缺這個情況呢 起碼是明年 但你可以炒多久呢? 股市先講經濟的 所以去看第三、三、四季 要留意一下這個概念是否可以再炒上去 還有你講無論是供應方面 台積電、英特爾 甚至日本的廠商、南韓的廠商 都不停在擴產 預計新的產能去到2023年 可能會相對比較平穩 所以至少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如果炒供求緊張的東西 可能去到第四季 要考慮一下是否反過來 炒供應設備股 即是半導體設備股 給他們生產芯片設備的公司 你說這三隻來說 為什麼選擇呢? 當然你用行業角度 技術成分最高永遠都是台積電的 因為領先很多年 所以你說相對穩陣的就是台積電 但是你說短線的細球 中心和華雄近期都很強的 你要再選擇一隻的話 可能會比較傾向的是華雄 因為其實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同樣的情況 問題是華雄的政策的風險會比較少 美國的制裁 通常打就打得很大一間 中心是其中一個目標 所以你很少聽到華雄 有些比較暫時 暫時看到美國 還未受到一個所謂的 主要制裁的範圍之內 還有華雄剛剛公佈了一些 即不是公佈 去管理層見到一些投資者 對於下半年的業務指引而言 它的12米晶圓的生產 產量會確張 其餘的一些8納米晶片 亦無力會提升 反映滿足到內地的電子產品需求市場 仍然比較強大 需求強大 所以其實下半年來言 仍然有一個泡 起碼是底部的 問題是究竟跟著來的增長動力是如何的 所以記得現職方面有保障 政策方面的風險比較少 這樣行論的話 似乎華雄可以儲先一點 而兩種股份更加強小 所以都可以考慮的